巴黎奧運倒數一個月 教育部昨天召開巴黎奧運 兵棋推演會議 針對運動賽會可能面對的恐攻樣態 進行應變討論 為我國選手的安全建立通報機制 另外代表團也傳出好消息 霹靂舞國手孫正 拿下了巴黎奧運門票 是臺灣第一人 由於俄乌戰爭以及中東衝突持續 教育部星期一下午邀集相關單位 進行巴黎奧運兵棋推演 希望為臺灣參賽選手建立安全的通報機制 讓代表團所有選手和教練都能順利參賽 平安回家 巴黎奧運首度納入霹靂舞 男女選手各只有十六個參賽名額 而我國霹靂舞好手孫正在奧運資格系列賽 最後一場的布達佩斯戰賽事 以排名第十五名進帳積分二十六分 加上先前上海戰的積分三十四分 以總積分六十分取得巴黎奧運門票 希望他能夠再降1.5公斤 減少他膝蓋的負擔 還有手腕的負擔 跳舞的線條也會比較好看 他的心肺的輸出 高強度短節的狀況下 可以恢復能力比較好 第五又有選手入選為 這個巴黎奧運的一個選手 這件事實上奧委會還沒有公布 但是我們有六位選手取得資格 中華奧會二十四號公布代表團團服 選手站上伸展臺展現英姿 有選手直言比站上擂臺還緊張 臺灣好手敘事待發 中華奧會和教育部體育署也提供充足的後援 希望他們能為國爭光 選手取得參賽資格 他們背後都有一些自己常合作的 不管是勤收運動防護 無理治療或是運動心理等等 那我們都會盡力盡全力 讓他們都能夠跟著我們一起到巴黎去 我們東京奧運可以拿到十二面獎牌 分布在十個項目 我相信這十個項目都有機會 獲得獎牌甚至金牌 巴黎奧運中華代表團的參賽門票 仍然在持續放榜中